一路是聚集啦 不過這邊請自行練習 因為跟剛剛一樣 那比較不一樣就是什麼 就是 輸出什麼公式 跟清除 那其實做法都差不多 我大概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其實你可以套公式 這個已經做好了 清除 這個丟過來公式 放在這裡 那這個是什麼 丟出來的東西 是最後的結果 沒有東西 怎麼做 OK 其實做法差不多 你可以套公式嘛 1 優標 先點Visual Back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 所以現在你可以把那個SOP Step 1 好 先點這個 Step 2的話呢 請你先把它全部刪掉 移除掉 Step 2的話 我是建議 各位可以 這個 稍微縮小一點點 為什麼縮小 因為 你可以這樣移過來 慢慢看這邊 在寫 後面的動作 2的話呢 就是按右鍵插入這個模組 3的話呢 就是在這邊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就是什麼 刮鬍字串 也許這邊的話 我就寫一個叫 刮鬍字串 然後 底線它是輸出公式 記得那個名稱裡面 除了底線之外其他符號都不要用 像什麼 減的符號啦 逗點啦 那些不要 底線OK 所以以後程式也這樣 底線 underlight是OK的 按確定 接下來做什麼 跟剛剛一樣 4i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 寫個回圈嘛 所以第一步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從那個第幾列呢 第2列 到第10列 Enter兩項 打一個NAS 那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那個儲存格 所以Sales 刮哪一列第i列 哪一籃呢 B籃 對不對 所以你就寫這樣子 等於什麼呢 先兩個雙尾號 寫完了 然後把公式放到這裡面來 兩件事 如果有雙尾號 取代成 兩個 然後把裡面的列號改成i 另外就是說 再把這個公式 這一 這一段 複製 貼過來 那我是用 Ctrl鍵按住 然後這邊 改成清除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清除了 把這個名稱改成清除 那公式 怎麼加呢 1 我就把這邊剛剛寫好的 這一段 複製一下 取消 2 切到 記事本 把它貼上之後的話 取代 裡面有嗎 取代 然後一個變兩個 再把這一段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其實就清除嘛 把它貼到這裡來 OK 接下來的話呢 再把它的列號這個把它縮小一下 這個切到這邊來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裡面有列號 哪個列號呢 2 通常是哪一個列開始 2 這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4個 那把這個 通通改成i 那改的方法 我剛剛講過 你其實可以背口訣吧 刷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然後and 前後空白 有沒有 多做幾次啊 他就熟了 有沒有就一樣嘛如果你記不起來 雲端貼先貼貼看 那後面還有這個2 兩個 三個對不對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雙引號到雙引號的複製 貼到 這個i 貼到這個 第二個 就是把那個 2的部分 把它貼上去 改成i就可以了 好 程式寫完了 這樣也大功告成 做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執行有沒有錯 OK了 執行 沒有錯 有沒有 這個執行 所以其實理論上 假如說你要把原來你撰寫的公式 配合VBA的話 這個方法 應該是目前 想得到的最簡單的方法 應該還沒有比這個更簡單的 這招真的非常好用 為什麼因為很多東西 反正很多籃就一直貼在他一直跑 跑完之後呢 甚至爆表 也可以自己產生 甚至呢 你要圖也可以把它自動畫出來 甚至你要列印的話 你設定一下預覽列印 也可以自動把它列印出去 通通可以用這一招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看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等於是跟剛剛的那個VBA 有點像 複習 所以這個實際上是真的可以套個公式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我們要的公式丟到儲存格裡面 但是後面還沒講到 如果我不丟公式的話 我要先在 VBA裡面先處理完 有點像剛剛是串接嘛 不過這一題不是串接 現在是 要把 A欄的資料的部分資料 抓出來 跟剛剛那個 串接 三個欄變一個欄 不太一樣 這個是 把A欄裡面部分資料放到B欄 部分資料 其實用來用去 大概 不外乎就合併跟分割啦 待會我們要怎麼樣把 A欄的部分資料 放到B欄 這個我想我們 待會 再來看 OK 剛剛做完了這個部分 雲端上也有 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 應該是在第2頁吧 第2頁也有 一模一樣的結果